三角函數 那我們的廣一角 x x 是時數的話 我們的 fx 等於 3x 的話 就是正型函數 那如果是 cos x 就是余線函數 正切的話是 tg x 余切是 cot x 正是 second x 余割是 cos x 那這個是稱為三角函數 那這三角函數 其實就可以畫出它的圖形 那圖形如果有重複性 那我們可以去看它是不是有周期 它一直重複 那表示它有周期 那最小的重複的長度 我們就稱為它的周期 所以如果說 y 等於 fx 可以找到固定的 t 詞的 x 加 t 的 fx y x 加 t 會等於 fx 那這個就稱為周期函數 那 t 的最小值是 p 的時候 這個 p 就稱為 fx 的周期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三角函數的畫 正型函數我們之前有畫過它圖形 大概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會知道說 它每二拍 0 到二拍 它就會再重複一次 0 到二拍就會重複一次 所以它的周期就是二拍 它的周期二拍 那最大最小的值當然就是 從負一到正一之間 那你的 x 當然可以無限左右都可以 所以 x 啊沒有什麼特別要限制的 也不會讓它無意義 所以你的 x 啊它的範圍就是 所謂有十數 x 就是你的定義域 值域就是你的 y 或者叫做 fx 它的這個值 這個值啊在正負一之間而已 所以它從負一到正一 那它周期函數周期是二拍 那它的最大值是 1 最小值是負一 那麼在這個正負一之間回蕩 所以它的這個正負啊 就是這個最大值最小 1-負一再除以二 所以正負是 1 正負是 1 好 那它對稱於哪裡 對稱於這個 不是這個喔 這個不對喔 這個直線這邊有這邊沒有 不是 所以是這個 在這個高峰或者低峰的位置 那高峰或者低峰的位置 都可以寫成 n 拍加上二分之拍 那那個 n 啊就是這個正整數 不是正整數 是整數 整數的話就可以了 這個 好 這個 這個也可以寫這樣 或者可以寫成 n 啊 這個 k 拍 也可以寫成 k 拍加上二分之拍 然後 k 呢 屬於整數 這樣也是可以的 這樣也是可以的 那或者你寫這樣 這個 n 啊是一個奇數 n 就等於什麼 2k 加 1 那 k 加 1 分之 1 乘以拍 就是 k 拍加上 2 分之 1 拍 是跟這個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都可以 那對稱點就是像這個 就是對稱點 這個是對稱點 那對稱點的話 它剛好是 k 拍的位置 或者 n 拍的位置都可以 n 拍而止整數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正型函數 好 等一下我們看你寫的